第六十四集,蓝望鸡走后,魏无羡又躺了一会儿,觉得睡不着,于是爬了起来洗漱了一遍,把茶具搬了出来,一个人泡起来了茶,现在用这套青花此茶去泡茶,泡得不仅是上等碧罗春,更是对蓝望鸡的念想,那深深浅浅如烟似舞的青花,正如蓝望鸡清清淡淡不染尘埃的气质,蓝望鸡是一杯酵藏的白酒,气味幽淡, 入口唇后,轻而不裂,唇而不腰,百般滋味游深入浅循序渐渐,真是美极妙气,它悄无声息地进入你的引入你的内心融入你的血液,无法分离,魏无羡端起一杯茶,细细地端向着,不知不觉笑了起来,它想起蓝望鸡手足无措的呆萌模样,想起蓝望鸡那专注无比的可爱,想起它线长的睫毛在激情中微微颤抖, 心里都是暖的,都是甜的,黄蓉说,你知道一眼万年这个词吗?以前不知道,现在知道,当魏无羡在周正元看到弹琴的蓝望鸡,就已经是一眼万年了,只不过,他当时不知道,更不知道自己可以对一个男人一眼万年而已, 魏无羡黏着蓝望鸡不放,就想跟他待在一起,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自知的行为,神经大条的他根本没想到那是一见万年,一见钟情与一往无前,而现在,他明白,自己对蓝望鸡的一眼,万年是在前生已经是注定的了,不只是今生, 魏无羡喝完了三杯茶,手机就响了,是送外卖的,他接过外卖到餐厅打开,一阵热辣辣香喷喷的饭菜香直冲鼻梁,他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份麻辣牛肉和青菜,还有一碗白饭粒汤,一看就特别的的开胃下饭, 魏无羡拔通了蓝望鸡的手机,蓝湛,你点的外卖真香,你都知道我喜欢吃辣的了,嗯,好吃就多吃点,你自己吃饭了吗,吃了,你叔父哥哥没问你什么吧,魏无羡迟疑了一下问,没有,那就好,我先去吃了,我们下次见,再见,魏英,再见,蓝湛,收起手机,蓝望鸡久久地望着窗外不语, 他回家已经晚了,蓝起人和蓝西辰一直在等着他,等到他回来了才开饭,忘记啊,今天怎这么晚才回来,蓝起人不高兴地问,叔父,真对不起,我去游泳了,忘了时间耽误了您吃饭,蓝望鸡低着头回答,他从来不会撒谎,他去游泳没错,但是游到现在才回那就是撒谎了,他不敢面对叔父严肃的目光, 忘记,你去游泳了,跟谁去,蓝西辰惊奇地问,魏无羡,叔父您看,那个魏无羡真的不错,都带忘记游泳了,嗯,是不错,是个挺自信热情的好孩子,听说苏州江市在他手头办得不错,是,是个能办事也能玩的人,蓝起人和蓝西辰,对于魏无羡带蓝忘记去游泳的是非常满意, 难得有一个人能带动千年冰山蓝忘记,真是个好事情,上次在杭州贺房街,蓝西辰和皇家姐妹去看丝绸买气袍,蓝忘记和魏无羡失踪了一阵,后来回来会合,还给他们带了果汁,真是难得,看来多出门走走多聚聚,真是个做尽感情的好办法, 年轻人其实是最容易建立感情的,忘记,以后,你要是跟魏无羡出去玩,先交代一下然后一起回家吃饭也行,蓝西辰跟蓝忘记说,知道了哥,蓝忘记淡淡地回答,要不,我们这周末一起去游泳,你们今天是去哪个泳管游的?蓝西辰问蓝忘记,天河,蓝忘记不置可否地回答,他可不想跟皇家姐妹去游泳, 但他不知道怎么拒绝蓝西辰,那就这么说定了,我去约皇家姐妹让他安排好时间,你去约魏无羡,蓝西辰为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高兴,他本人平时也是找出去参加什么社会活动,但经过这杭州游之后,他发现,其实,生活这样过也未曾不好,身边果真有个可心的人陪伴过日子,未曾不是好事,叔父想要他们 成家历史的愿望,是正常而美好的,蓝忘记回到静时,闷闷不乐地跟魏无羡打了电话,魏英,哥哥想要周周末一起游泳,魏无羡一听在电话那边哈哈大笑起来,又是跟皇家姐妹,嗯,你哥可真是有心啊,不过话说回来,蓝湛,要不是我们是前世情缘,皇家姐妹还是不错的, 你哥想组织游泳,我们当然去,帮下你哥也是好的,我看你们兄弟对女孩子都挺害羞的,有我在,你哥可能会进行得快一点,对不对,就你不知羞,一句话,微微地吃味,却看不见电话那边蓝忘记的表情,蓝湛,羞什么羞的,男欢女爱是天道,反衍生殖也是人类的本能, 如果男人都像你们兄弟来这种禁语戏,那人类怎么繁衍,魏无羡满不在乎,快乐的喋喋不休,没想到,周末天河的游泳活动,皇家姐妹还带来了另外一人